多,往年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,已经有半个多月这个牛圈没有干过了,看看这本沼泽地没什么区别,这两天突然发现有头牛有点缺了,就是中间这头牛,看这个蹄子老是弯曲着,不干着地,应该是一直在这悉尼里边泡的原因,可能是干染了。 头两年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,一般都是下完鱼两三天就干了,今年持续的酱鱼,鱼只没有干过,所以可能是基菌感染了,就想办法把它弄出来,要不越来越严重了。 这个眷射也确实需要改造一下,现在牛比较少,要是牛多的话,就更严重了。 看看这走路,一跌一跨的,让它在外边跑两天吧,这个外边比较干爽点。 实在不行的话,还得给它拴住,给它清理一下。 这头牛,怀孕有七八个月了,这两天明显看着有点瘦了。 这头牛,可能是以前打过的原因,躲着躲着厉害,这样的话,管理起来就比较麻烦。 所以我们在养牛过程中,尽量的不要打这个牛。 你打它,它就记住你了,以后你要管它,它就躲着你,不好管理。 回头把这个量卷里边也铺一部分这个红砖,就不让它堆分了。 看这边,开天以后,清理一下就干爽了。 这个牛在上边,就不会得腐蹄病了。 现在考虑就是要不重新建个卷设,把这个牛倒过去。 把这边改造一下,要不就得把这群牛全部卖了。 等改造好牛设以后,再慢慢的卖牛。